来看到高雄警方昨天逮捕一名通气犯 女朋友患有艾滋病 两个人长期心毒 也因此这名通气犯也可能染有艾滋 不过有一名原警在逮捕的过程当中 和嫌犯发生了扭打 甚至是驳火 他吵嫌犯大腿开了四枪 自己也遭到榴弹波及 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目前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而嫌犯也因为子弹贯穿右腹部 已经伤重不治 高雄市警察局局长到医院探视 因为这通气犯而受重伤的同仁 其中一名重担的原警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家属守在医院心急如焚 他说脚还会痛 因为开刀还会痛 二号下午男子派出所原警到桥头一间民宅 逮捕一名38岁的灵性通气犯 双方发生激烈扭打 但因为这名嫌犯的女友有感染艾滋病 加上两人都有吸毒的习惯 因此嫌犯可能也患有艾滋病 让人担心的是 在抓嫌犯的过程中 一名原警在防卫之下 朝嫌犯大腿开了四枪 但自己也遭到铝弹波及 现在也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我们不知道 他有做谁去检验 还没出来 嫌礼犯的话 做一些检体的一些筛检 如果说真的是有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预防性的投药 过程中 零星通经犯和原警都中弹 纷纷被送往医院急救 嫌犯因为子弹贯穿右腹部 大量出血已经伤众不足